疫苗我們就靠高端囉 是不是 高端疫苗 結果拿來現在看到說 怎麼好像是被人家碾壓 同樣的技術 不要去跟Novavax比了啦 因為已經比輸了 那我們來跟什麼 我們來跟大陸 安徽智飛龍科馬 疫苗來比比看好了啦 這個疫苗 大陸的這個疫苗呢 它現在 它一樣 也是次蛋白疫苗 跟高端一樣 然後呢 每個人要接種3劑 第一批60萬劑 送到廣東 3月底其實就已經在印尼等國家 做三期臨床實驗了 看到了嗎 人家已經可以先送到廣東 有60萬劑了 然後也已經做過三期臨床實驗了 那高端呢 高端一樣啊 要到巴拉圭 做三期臨床實驗 但是是疆 即疆 然後再來你看這個價格 高端的價格很高端 一劑要價881 它也是要接種3劑啊 高端的官網也告訴你啊 那完整接種的話 那不就是要2643了嗎 我們是用這個數字去乘以3 算出來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來王醫師 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 就是為什麼那同樣次蛋白技術 疫苗的話 大陸的可以跑在前面 然後再來高端 高端如果告訴你3劑的話 它1劑的價格 就已經比很多進口疫苗 要來的更貴了 那如此一來 那價格不就是更貴嗎 因為它現在也告訴你說 我要打3劑才有保護力耶 其實這個次單位的疫苗啊 基本上來講就是它的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一直要求它做3期 那台灣為什麼會落後到 連中國大陸的安徽都落後掉呢 主要就是我們國家對於這個疫苗啊 它其實它的審核非常非常的嚴格 那搞什麼鬼 你在現在就要有個綠色通道嗎 我們這個完全輸它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起步其實不會太慢 你知道吧 起步太慢 可是問題是你的審太嚴了 你這個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要給一個疫苗 快速通關 這個快速審核 在這個過程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要給它快速審 它才能夠快 你流程你不能夠給它減掉 但是你的審核速度要快 我們的審核速度就是太慢了 慢了一大步 所以說這兩個疫苗 其實它的時間是 是剛開始起子時間是差不多的 可是我們落後人家很多 所以 落後在流程的審核 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是以後真的要改進 在這個時候 你看看 我們國家光進來一個疫苗 都要查個兩個禮拜 人家這個文件都很齊備的嘛 你幹個章不就結了嗎 你看 你光看這個就知道 它的速度有多慢 現在還說 跟高端還不知道 七月能不能真的打得到呢 王醫師怎麼看 可能嗎 七月那個很困難 因為我一直懷疑它的量產問題 那蔡英文之前講的 那不就是 那個高端已經講了 因為它要對比那個AZ的效果嘛 那個AZ那個數據 要七月初才出得來啊 是啊 所以二期審查 一定要AZ那個數據出來 他才能審啊 那他審完之後還要再量產 對啊 所以大概七月下旬才會有量啊 而且我認為不會超過五十萬 之前講的喔 之前蔡英文講過 七月底打啊 那七月底就沒得打 因為如果看他那個D的 我簽的那個合約啊 那第一期大概只有五十萬了 是 四十萬 四十萬 那就真的再等了 再往後延了 哎呀進口的也在延 這個國內的高端疫苗也在延 到底要等什麼 就現在你看 我們在那邊一直的吹捧著高端疫苗 結果呢 大陸國台辦在那裡很酸了 然後就說 民間希望民進黨跟政府高層 要優先施打高端疫苗 然後民間現在都在懷疑 是不是高層 都已經打了進口疫苗了呢 好了 然後國台辦發言人就說 既然他們推薦 那你不如從善如流嘛 然後之前不是國台辦有說嗎 在大陸接種疫苗的台胞 已經有六萬兩千人了 那是他們截至五月三十一號的 一個統計數據 嘿結果呢 王定宇這時候就趕快跟上來了 為什麼呢 那要批國台辦呢 這是他的責任 結果呢 他就說這個是假議題 讓人憤怒 最近台灣民眾去中國的人數沒有增加 他還告訴你怎樣怎樣 然後呢 問題是 這個大陸國台辦是說 台胞打了已經有六萬兩千人 他沒有說是最近 然後又沒有說是因為打疫苗 所以才去 但是王定宇就這麼說啦 那王定宇有時間去追究國台辦的發言 但是為什麼沒有去追究 民進黨的假新聞呢 因為你看蔡英文說的 泰國把AZ疫苗留在國內 被泰方否認打臉 然後另外呢又說什麼 致函有尋求台灣搶EUA的疫苗 菲律賓也否認 怎麼人家泰國否認 菲律賓否認的時候 你通通都不敢講了呢 是不是啊亮哥 黃定宇那個是 他本來就是以此為生的嘛 所以他本來就隨時有機會 他就要講這個啦 這個倒可以理解啦 那 因為 這個大陸疫苗 坦白說疫苗啊 疫苗都牽涉到信心的問題啦 所以疫苗公司一定要有公信力 我跟你講我們台灣目前 我覺得聯亞還好高端 高端跟這個炒股問題啊 他就會被搞死啦 因為你如果 老百姓認為說 你就是有利益的牽扯 那就會更不信任 當然是這樣嘛 當然是這樣 所以疫苗公司的公信力非常重要 那中國大陸的疫苗也是一樣 就是他如果要進來台灣 那你也知道台灣的輿論的環境嘛 所以事實上有人做過民調 那台灣不願意打大陸疫苗的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七 當然還是有二十幾%願意打啦 是 所以還是有人去大陸打嘛 可是就是還是有 嚴重的懷疑的氛圍 所以 事實上我們現在基本上 沒有在談中國大陸的疫苗啦 我們只是說BNT 比如說今天國台辦也出來發言了嘛 他說你只要順著上海復興 那大陸也沒有理由要擋你嘛 那我們就希望他順順利利就進來 就BNT了 大家都希望了 是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台灣這個氛圍真的很麻煩 那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今天AZ這個狀況 那才打了兩天嘛 那瞬間就產生很多言論啦 那就開始懷疑疫苗的有效程度啦 你知道吧 那前一陣子不是郭董要進BNT嗎 那就一堆人來抹黑BNT啦 那全世界的疫苗都被台灣抹黑光了你知道吧 那到最後你不知道要打什麼 所以這個不能這樣搞啦 你最重要還是要回到科學啦 所以我覺得 像王醫師這種人 他們就要多出來講點話啦 因為 王醫師也講過啦 王醫師也寫了文章啦 說國產疫苗這樣子被害死啦 可是就是他是很理性的在鋪陳數據嘛 來說服你 可是這兩天 比如說這樣連續往生11個 這個就是很有感的新聞事件 真的 會怕 那這兩天本來還有很多人 87歲以上的都很願意去打 那現在可能就會考慮一下 就要先觀望一下 比如說陳學勝他也在寫臉書啊 說他勸他長輩去打 也要有一個過程啦 就是50% 50%嘛 事實上我家也是一樣 那我們後來還是覺得說 還是擋比較好這樣 的確 好來這個我先謝謝 我們線上的朋友 還有Leon 這剛才也有抖內給我們 然後呢 另外我也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歡迎你能夠來訂閱 頭條開獎的頻道 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有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在82萬之上了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 往8384到90萬 然後甚至能夠到100萬 這樣的一個目標 歡迎大家一起多多的支持好嗎 好 現在呢我們線上15000人 正在收看中 那剛才我們提到了 謝謝喔 我們的導播馬上take一下 剛剛大家在聊天室裡面的這個留言 不過呢很快的 因為時間不夠 我很快就稍微帶一下 那你看現在都講 不是要同島一命嗎 結果現在苗博亞怎麼講的 全國的民眾在陪雙北在坐牢啊 這個時候社民黨的這位台北市議員 這樣一說 在政論節目裡面這樣一說 全國二十幾個縣市民眾陪雙北在坐牢 結果很多網友聽得很火啊 就說那你要不要回去問一下你這個社民黨的前主席 泛雲呢強烈的建議3加11 結果後來造成破口的不就是他嗎 另外呢除了他之外 We care高雄 好久沒有聽到We care啊 跑出來了 這個人來幫槍了 全台灣被雙北市長綁架耶 罷涵了之後 好像都不太在乎高雄的事情了 之前都在那邊一直很care高雄 現在呢然後就在那邊開始在這裡一直跟進講這種話 哇這個不就是在製造對立嗎 真的有在同島移民嗎 恐怕是沒有吧 大家贊成嗎 現在你看 現在居然有人在這裡說風涼話 來開箱很快的很快的 你怎麼看 我覺得苗博亞不是咖啦 其實不用太關注他 我覺得其實是因為他只是這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這個國家機器現在帶什麼風向 就是要把3加11跟諾福特華航這些東西都都蓋走 所以你會看到像苗博亞這種說什麼圈 苗博亞不是第一次講喔 他是在這個這個突發奇想 昨天晚上被揪出來 他其實在三立也講過了 他已經講過好幾次 他可能覺得自己想了一句很屌的口號 很rock的口號 然後就說說大家陪著坐牢 現在是全在全台灣的民眾做困酬成 陪著民進黨一起等疫苗 不是在那邊什麼陪雙北坐牢 所以呢他覺得自己很帥 但是他背後其實是有像是整個黨的機器 再重新洗一個風向 在洗腦大家扭曲事實 包括他 包括石充良在硬要講說什麼 這個破口是破口 破口是萬華 然後陳時中在被賴士堡質詢的時候 他再也不提說三加十一是破口 他說不是 我們要再查 被萬美林質詢的時候 萬美林不讓他說 就問他說 你跟我說那個病毒是來自華航跟諾福特病毒 基因序列是一樣的 他也說沒有 那只是一樣的 就是英國變種病毒 那那個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們要再查 所以各位苗博亞只是一個小咖 他只是其中的一個一個環節而已 是這個黨現在在對全民進行認知作戰 他要洗你的腦 讓你不要再講三加十一 讓你不要再講華航諾福特 都去講萬華 都去講雙北 沒錯 來 但是我們要先來看看 現在台灣居然被外媒拿來問 然後問的呢 台灣問題拿來問的是普丁 我要請教一下賴教授 因為我們都知道拜登現在要打造一個抗中陣線 那美國媒體現在是怎樣 是在幫他嗎 國際竟然有這樣的一個盛傳的說法是 俄中密約 有這個東西嗎 大陸要支持俄國併吞克里米亞 然後俄國呢就可以怎麼樣 他談好條件了 支持武統台灣 然後普丁呢 他就接受了NBC的專訪 這美國媒體的訪問嘛 結果呢普丁說啊 我對此是一無所知啊 不回答假設性的問題啊 美國媒體現在是怎樣 又要刺激台海嗎 可是這個問題拿來問普丁 又是什麼道理呢 我覺得這個是有意在挑了 但是因為克里米亞現在已經是被俄國人 拿回去了 因為他在歷史上確實是 最早是屬於莫斯科的 是因為建立了這個蘇維埃聯邦以後啊 那後來是在赫魯雪夫的時候 因為赫魯雪夫是烏克蘭人嘛 然後他就把這個克里米亞半島 就放到這個烏克蘭來究竟管理 可是烏克蘭原來也是蘇聯的一個國 這樣的一個情形 因為他們是聯邦國嘛 所以分離了以後呢 那當然克里米亞半島的地位 就比較特殊 因為他大部分都講俄語的 而且他是親墨西哥的 莫斯科的 那現在的情形是俄國已經拿回去了 拿回去了以後 而且已經把克斯大橋 已經都建立起來了 那中國大陸事實上對於克里米亞 已經有投資了 那麼對於克里米亞半島來講 他們認為未來三四 三十億到三百億美元的 這個跟大陸的來往 是絕對有可能的 但是重點 所以我覺得那個媒體的記者 這樣問他基本上 是沒有什麼邏輯性 因為我們在強調 克里米亞半島現在是俄國 早就拿走了 所以沒有這個所謂的密約 所以沒有交換的問題 沒有交換條件 而且更何況對台灣來講 對中國大陸來說 他不會跟任何一個國家 來談台灣的主權的問題 他絕對不會談的 不過我倒覺得台灣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台灣 所有的民眾都關注在疫苗 關注在疫情 我覺得要把這個航母的這個事 就是說你等下要談到的航母的事情 我覺得要連連帶來談 他是這樣子 我們比較注意到的是昨天 昨天的時候就是二十八架次的 這個快慢機 也就是有殲16 還有空中預警機 還有轟6K 還有就是反潛機 還有電子干擾機等等 這個是進入了我們的西南跟東北 東南的空域 然後他我有仔細去分析他的那個 他的飛行的方式 他那是一種作戰的一種態勢 就是一種大機群的作戰態勢 你現在看二十八個戰鬥群 二十八架的快慢機的話 我們一個連隊才六十架飛機 你等於是一個連隊 例如說台中的清泉港連隊 有一半的飛機都上去了 可是問題就是我們有很多飛機 他是在維修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大規模的一個戰鬥群 的一種空襲的一種演練的一個方式 那他在反應什麼 他在針對什麼呢 他在針對十四號就是前一天 也就是針對前一天 因為他是昨天十五號發生的事 十四號的時候 美國的雷根號航母 就是您要談到的雷根號的航母 他的基地是在日本的橫須禍港 然後他到了南海去 那他為什麼選擇十四號到南海 是因為十一號到十三號的時候 不是G7的公報裡面把台灣 台海東海的問題 南海的問題不是放進去嗎 接著這個拜登不是跑去這個北約 到布魯塞爾的時候 跟他們就談到了這個 把中國大陸列為他們的 系統性的一個主要的一個挑戰者 這樣的一個方式的時候 談的當天美國就展現他的肌肉 就把他的航母在十四號那天 就說我已經拉群了 我已經先拉了七個 G7的七個國家 我又拉了這個北約的三四個國家 所以我們已經是一個小集團 一個大集團了 那我們這個大集團 我就把我的這個航母戰鬥群 就投入南海 中國大陸馬上針對他 這是針對性的 針對性就在台灣的這個地方裡面 進行演練 其實這個演練的意思也就是說 未來中國大陸在攻擊台灣 就是要用非和平的方法來解決 兩岸的問題的時候 如果先把南部的這些軍事基地 例如說空軍的海軍的 這些軍事基地在第一時間內摧毀的話 台灣其實的防衛力量就很脆弱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海軍都集中在左營軍港 我們的大部分海軍 那我們的空軍基地裡面 例如說台南 還有就是像屏東 台東這些 還有台中以南的這些空軍基地 一旦都被摧毀了以後 或是被遭受到重大的打擊的時候 台灣的這種自我的防衛能力 其實是一下子就削弱下來 那目前看起來 大陸是在針對美國的一個動作 開始在施展它更大的一個軍事壓力 不過因為台灣現在 大家都關注這個疫苗 疫苗這件事 還有關注這個蔡英文在搞政治操作 所以大家就比較不會去留意 國際間的變化中 台灣已經被帶進去這個漩渦裡面 但是事實上的確啊 因為一來來了二十八架 那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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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群 開稱為最大規模了 是的 二十八架軍機進入台灣的空域 外媒德國資深也有報導 那偏偏呢就像剛剛賴教授都講了 其實這也就是什麼 在回應有關於G7 公報裡面提到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蔡英文還說這是全球關注的焦點 連賴清德也說台灣準備好了耶 沒有啊 亮哥那你看之前 這個美日兩國的元首見面了以後 看日經他們那個報道裡面 就特別還談到說 這個中國軍機擾台奏檢 然後像綠媒啊 包括自由時報啊 好像都很開心啊 這是成果發表一樣啊 然後呢大輸特輸一番 但是呢你看G7又 表示台海和平穩定很重要之後 然後呢你看總統啊副總統啊 也講話了嘛 也表態了嘛 結果呢馬上人家就來了一個 最大規模的大陸軍機 進入台灣的空域 這就是不能怎樣 就不要挑釁嘛 就否則的話 你就是要小心付出代價啦 沒有G7他的用語 事實上跟美國跟日本的聯合聲明 是一模一樣 那事實上那個菅義偉回去邀功啊 說這個是他跟G7建議的這樣 不過這個話基本上後面還是有一句啦 就是希望兩岸能夠和平解決爭議 是 所以那句話其實還是很中性啊 因為他也沒有講台灣啊 又講台海的安全與和平啊 對 那倒是 我覺得大陸軍機經過西南海域啊 這個台灣不要每次都以為是針對台灣啊 他主要是針對美國啦 而且從現在到9月 美國跟日本要醞釀很大型的軍演 9月 美國跟日本有很大的軍演啊 在九州那一帶啊 日本要投入14萬人 所以 我覺得 中國大陸的態度就是不示弱啦 所以我不怕你啦 所以就是你強硬啊 我也要有個強硬的姿態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啦 但是其他的國家們 他們其實當然 你看有這樣的宣言 有這樣的公報 可是問題是 這也沒什麼要給美國面子啊 對啊然後問題是 像北約盟國 會不會真的協助美軍來保衛台灣 當然是不可能啊 所以這個問題 德國世界報就報導了 到明年可能有答案 那意思其實就是說你明年再說嘛 現在根本不談 等到明年呢 再說明年再說嗎 那個 這個就是台灣想太多了啦 事實上 那個G7討論的問題 連中國都只提到三次 你就不要講台灣了啦 台灣根本就不是主要的議題啦 而且美國想要 把一些比較強烈的措辭擺進聲明 他也沒有成功啊 比如說 他把那個新疆香港都籠統的 放在人權議題 他並沒有標局 新疆的強制勞動這件事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歐洲 事實上他不太願意 針對中國的部分 然後用很針對性的語言來表述 那比如說一帶一路 那美國也是要搞一個 民主國家的基礎建設的聯盟嘛 那德國跟義大利就不願意 把中國的一帶一路 直接變成針對性的目標 所以其實美國 我不認為美國有得逞啊 因為他基本上只是在 最廣義的籠統的語言上 那人家給你面子嘛 對 比如說你要把台海弄進來 那你就弄進來啊 那我就把台海南海東海 都不要再保在一起嘛 知道那個是放在一起的 所以南海東海台海 都要維持安全與和平 那然後就是講到 只要是針對性的啦 那他就籠統化啦 的確 比如他就關注香港啊 新疆的人權啊 大概大概是這樣的表述 就是關注而已嘛 可是問題是你看啊 像德國梅克爾就說 不應該對中國抱有戰略偏見啊 法國的馬克宏也說啊 北約存在的宗旨任務是什麼呢 不要模糊初衷嘛 所以你美國想要這樣子搞 你要搞抗中 但是其他的國家呢 他們也在什麼 他們也有自己的盤算啊 因為他旁邊的 真正長期敵對的國家 是俄羅斯嘛 是啊 那但問題是俄羅斯呢 俄羅斯的這個普丁 今天要跟拜登舉行高峰會 然後呢 剛剛見面了 剛剛見面了 所以咧 結果兩個人見面 到底能談出些什麼呢 他們兩個見面 其實對於普丁來講 就已經贏了 因為所以對拜登來講的話 他等於是讓步了 因為這個很明顯 但是對拜登來講 他是當然是想分化 這個中俄之間的關係啦 因為中俄現在目前的關係很好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策略比較笨拙 因為當初季星啟營能夠 在中俄這個地方 例如說這個聯中治二 能成功是因為啊 中俄彼此之間是對抗的 而且已經相當一段時間了 也就是說 從毛澤東時代的時候 當然當毛澤東晚期的時候 中俄之間是不信任 是相互對抗 所以季星啟才發現就是說 這個中俄之間不是鐵板一塊 那你可以拉中來治二 可是現在中俄的關係是非常好 而且他們彼此之間都發現 他們的這種好的關係 是非常有利於雙方的 各自在各自的區域發展 例如說俄羅斯對歐洲 這個部分就可以放手去做了 那中國大陸對東部 東海這個地方 對南那個南海這個地方 他可以放手去做 這樣的情形是完全符合兩個 大的利益 這樣的情形 美國要挑撥 我覺得這個是太太太不懂戰略了 這個戰略實在是有點笨 笨拙 所以這 他一直很笨 因為美國現在沒有偉大的戰略家 因為偉大戰略家 都是二戰時代的這些人 是好開箱 而且而且每次都 我覺得好像又在偷換概念 就是每次這個這個G7 這個臺海公報 他講到臺海的部分 他其實是講一個很中性的概念 是希望臺海這邊穩定 可是每次拿到臺灣這邊來 就會被民進黨偷換概念 進行認知作戰 好像講的一副是 站在臺灣的利益 希望臺海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其實不是 它是一個很中性的詞 是希望你們這邊不要出亂子 不是站在臺灣的角度 去思考怎麼樣怎麼樣 而且賴教授 你剛剛講那個軍機的 不是其實他有軍艦嗎 對啊 對 中國大陸不是派了三艘軍艦 繞了關島一圈 15號在臺灣東部海域 進行操演 海通聯合操演 所以你要說是大陸軍機不敢來嗎 還是人家跑去繞了關島一圈 所以就覺得這個 這個臺灣就每次把這些新聞 都去脈絡化 即選對自己有利的講